侥幸哥萧妍下决心打进墙榜前十,为何最后只得了第十名,只怪自己这次没那么侥幸了。 斗阔苍琼年番最新剧情中,内院墙榜大赛可以说是援助的一大高潮,内院众多强者基本都参加了,萧妍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杀入墙榜前十强。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萧妍最后是杀入墙榜大赛前十强了,但是却只得了一个第十名,连前五都没进去。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?下面一起看看吧。 灵妍,萧妍没那么侥幸,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她上场没有多久,就碰到了上一届强榜第三的柳琴。 柳琴外号霸枪,斗技一霸道刚母出名,她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斗灵巅峰。 萧妍才不过斗灵三星的修为,自然和她差距很大,所以萧妍陷入了苦战之中。 尽管萧妍已经尽力了,全力以赴了,连小型伯怒火莲都用了,但是还是拿不下柳琴。 最后还是用地阶斗技艳,分尸浪尺才打败柳琴。 不过说是打败柳琴了,但是萧妍也不好过,自己跌倒在地斗气已经耗尽,也已经无力再战了。 因为两人打到两败俱伤,谁也站不起来继续战斗,所以裁判一时也不好判断谁输谁赢。 最后是内院大长老给出了评判,说是两人都无再战之力,都是身受重伤,那就是平手。 两人并列强榜第十名,所以说萧妍这次没那么侥幸了,开头就碰上这么强的对手,不然何至于只得了一个第十。 第二,萧妍没有借助耀老之力,萧妍以前总是借助耀老之力战斗,典型的就是云蓝宗之战,杀斗王云棱,打斗宗云山。 此外还有灭斗黄级别的莫城,都是耀老给他提供力量,但是后来他明白了,不能以为借助别人的力量,别人的力量终究是别人的,不是自己的,那是外力。 唯有自己脚踏实地自己的力量才是最主要的,所以这次强榜大赛,他没有借助耀老之力。 也因为这样,强榜大赛开始后,和柳琴一战萧妍打得非常艰难,毕竟他现在不过斗灵三星的修为,柳琴可是斗灵巅峰的修为,并且为了参加强榜大赛。 为了能夺得冠军,柳琴可是闭关了很久,专心修炼,斗灵巅峰的修为也更扎实了。 萧妍自然难以打败他,但是如果萧妍肯让耀老帮他,那耀老出手,柳琴一个斗灵巅峰,根本不算什么。 毕竟之前有了耀老帮助的萧妍,连斗宗级别的云山都敢打,又怎么会打不赢一个斗灵强者。 可是萧妍偏偏拒绝耀老的帮助,选择不动用外力,用自己的力量战斗。 一个斗灵三星,一个斗灵巅峰,柳琴更是天才中的天才。 萧妍以前可以越级战,但是碰到柳琴这种天才中的天才,他也没有办法了。 最后拼尽全力与柳琴打成平手,最后虽然并列第十,但是这含金量可是很足的。 没有谁敢小看萧妍了,只是霸腔柳琴却最憋屈,没想到从强绑第三跌至强绑第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